诗篇第103篇《大卫的诗》 我的心啊,你要清重耶和华,凡在我里面的,也要清重他的性命。 我的心啊,你要清重耶和华,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,他赦免你的一切罪业,医治你的一切疾病,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。 以人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,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,以致你如应返劳还同。 耶和华施行公义,为一切受恶的人申冤,他使摩世知道他的法则,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 耶和华有怜悯,有恩典,不轻易发怒,且有丰盛的慈爱,他不长久宅备,也不永远怀怒。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,也没有照我们的罪而报应我们。 天离地何等的高,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 东离西有多远,他叫我们的过返离我们也有多远。 父亲怎样连率他的儿女,耶和华也怎样连率敬畏他的人。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,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 至于世人,他的年日如草一样,他发旺如野地的花,经风一吹,便归无有。 他的缘处也不再认识他,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。 从耿古到永远,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药,纪念他的分辞而遵行的人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,他的权并统管万有。 听从他命令,承传他旨意,有大能的天使,都要清重耶和华。 你们作他的诸君,作他的伯役,行他所喜悦的,都要清重耶和华。 你们一切被他做的,在他所治理的各处,都要清重耶和华。 我的心吻,你要清重耶和华。 味道的地方 如何